snapped 作曲漢 看著你的時候總會有一絲錯覺 明明是想讨厌 却不那么讨厌 差一点我就相信 这是恋爱的情节 如果我有一次的贪恋 我怕我会沦陷 故意对你坦白我不爱你 故意逃避你看我的眼睛 我怕靠近你却靠得太近 我快骗不过自己 故意压抑隐藏我的情绪 故意让自己和你保持距离 我怕你看出看出我故意 就是代表我的心 一拳被你占据 和你却靠近你却靠太阳 感到我が天生少ềnbre 股票让读书 你怎么回事 我找这位先生 黄先生 昨天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你没有出现 问我 问问你自己吧 我 明威灵我今天就说话告诉你 我跟胡谦云已经签了好 而且具有法律效应 秋董初收的所有武器 都已经转移到了胡欣的名下 你跟我玩的任何把戏 对我来说都无济于事 也请你不要再纠缠我 黄先生 你在说什么 到底怎么回事 你和胡谦云之间的游戏 我一点都不感兴趣 也请你们以后 不要再把我牵扯进去 谢谢 小姐 小姐 那边有一位先生 请您过去一下 好 到底是怎么回事 胡谦云你告诉我 黄黄然她说的什么意思 你什么时候跟她签的合同啊 这件事情 不是你所能理解的 不能喝酒 就先喝点果汁吧 你找我到底要干什么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这些照片我前来天就看过了 你到底想要我干什么 这些照片 确实是我从咖啡上得了 不过你放心 原本我已经请她山顿了 你手中的 就是最后一份 不过我今天来 并不是为了这组照片 而是为了这些人 是为了这些人 是为了这些人 听说你还去澳门 我的朋友也有同样的爱情 他说他认识你 据说你最近手气不太顺便 在澳门欠借了一笔债 我来的目的 我想我也不必多说 这是股权让度限量 你只要欠下了它 不仅股权的这笔钱 我会另外注意的钱 帮你还掉这个度差 毕竟欠着高利贷的滋味 恐怕不是太好收拨 不过你放心 这笔钱绝对会无声无息的 秋董绝对不会值得 如果有人跟我 进行这样的满卖 我一定会觉得非常和索 不知道您觉得吗 我现在也不知道事情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我已经知道 你和欣怡是怎么看我的 我知道我不管我怎么解释 你们现在都不会相信我 不过没关系 我会用我的行动来证明我的真心 进去吧 这什么地方 为什么带我来这儿 这里是我们家的一套公寓 既然你已经被赶出来 今天就住这儿了 这里有机票和支票 请你明天 马上离开 胡谦语 捧一个招数不要对我用两次 从我在美国踏上飞机那一刻起 你就不断阻挠我回国 我回来只是为了亲情 为了找家 在欣怡没有见到我之前 我是绝对不会离开的 好 请你 去吧 你去做家 你去做教宴 你去做带这些 clients 你要去做带我 我最爱的 他的就是 带我去做呀 竖带我去做 你知道你会有些人 要求的 事情宠会变得更加糟糕 光是你创始人姑娘的身份 就可以让恒生纷争不断 流言飞语还少吗 我对恒生没有贪念的 而且说的那些话 我一个字都不相信 说什么新一五年前 杀死了我父亲 还夺走了我的继承权 难道你信吗 我没有时间再陪你废话 我在晚上帮你重新订了机票 搬机时间明天早上九点 你的真心 就留在机场见证吧 我说过 我是不会离开的 零为零 你能想出一百种方法留下来 我就有一百零一种方法 可以赶你走 这一次我必须留下来 因为这是你五年前欠我的 零小姐 走吧 林律师 你再让我等一下好不好 就等一会儿 对不起 零小姐 你必须要走 走吧 林律师 你在我们家待了那么多年 你看着我长大 我求求你再让我待一会儿好不好 就一会儿 好了 你别再为难我了 林律师 这么久远的事情 也要翻来覆去说个不停 难道说 这么拼命的想要留下来 是想重温旧情 怎么可能 就算我再傻再笨 也绝对不会再爱上你第二次 绝对不会 对不会再被你迷惑 不会再为你动性 更不会再爱上你 如果你不相信就把我留下来 看我会不会为了你动摇 你说什么 反倒是你 怎么那么激动 难道说 想重燃旧情的其实是你 重燃旧情 我看你是痴心妄想吧 话说得再漂亮也没有用 一切还是要看行动 你敢跟我打赌吗 赌什么呢 都让我留下来 看我们谁先重燃旧情 心动情的人先说 如果你输了 就让我留下来 如果我输了 如果我输了 我离开 绝不回来 从爱你两次 就是对我最大的惩罚 你只能住在这个宫寓宇里 你所有的行为都必须在我的掌控之下 我都要留下来 手机要二十四小时开机 我才能掌控到你 还有 我有自由进入这宫寓的权利 所有条件 没有商量的余地 就算你能控制我的人 但是你也控制不了你自己的心 没关系 我们就拭目以待你 好 我会住在这个房子里 也会答应你所有的条件 现在 你可以走了 对了 还有一件事 是不是 这就当是玉玉堵住了 我欠以你活到 你给我滚 这是恋爱的情节 如果我有一丝的贪恋 我怕我会沦陷 故意压抑隐藏我的情绪 故意让自己和你保持权利 我怕你看出 看出我故意 就是代表我的心 这些办公用品啊 经理让我们按部门分好 人家一大早的工作 都是各种文件的报表 我们可好 一来公司就是干体力活 这大学真是白念了 昨晚的电视剧啊可精彩了 怎么了 被亲姑姑夺产的豪门小姐 回来复仇 姐夫啊把公司弄得人样麻烦的 那电视剧啊怎么跟现实那么像 那可不啊 我听说那个豪门小姐 私底下还暗中收购股东股份 还有跟亲姑姑抢公司呢 那胡家呀不会轻饶她的 谁知道了 来干活干活吧 那边打通了 我们在牌子 我们的牌子 我们的牌子 咱们在牌子 我这个牌子 我们的牌子 我们的牌子 给我 这个牌子 我们的牌子 我说 televison 我们的牌子 这就是他呀 是啊 怎么样 不了吧 蒙进了 姚姚 维林 你怎么这么憔悴啊 知不知道 现在整个恒盛 都在传你和胡家 抢黄浩然的股份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刘元飞已传得可真快啊 姚姚 你太心急了吧 人家刚到 说那么沉重的话题 这可是娱乐中心啊 公事免谈 来 要不要玩一句 轻松一下 如果你不会的话 我可以教你 不用了 我在美国的时候 也偶尔会打台球的 那需不需要我让你两肝 好吧 咱们来一局 原来是隐藏实力啊 维林 我不记得你会打台球啊 你什么时候学会的 我在美国打工的时候学的 打工地方的人 都叫我女版丁俊辉 怎么样 要不要我让你两肝啊 别高兴那么早 笑到最后才是演讲 当时就告诉过你 不要四处打工 你需要钱可以找我嘛 心也未免太放心了 而且 留学打工 还会耽误正事 不会耽误学业的 我的时间规划 做得还不错 谁告诉过你 留学的正事 就是全部拿A啊 留学的另外一件正事 就是和一国帅哥 陷入一段又一段浪漫爱情 爱情学艺两不误 你就是因为没有分清主次 才会单身一个人 回到祖国的 真是一本正经的 胡说八道啊 要是谈恋爱 就能拿学分 那你早就是博士后了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啊 你这个甜心先生 女生偷 我记得了 在美国上学的时候 好像女性恋爱心理学 都要你容孝任将了吧 瞎说 我读的可是法律 好吗 还是笑脸啊 更适合你 你知不知道 你刚才进门的时候 脸色多让人担心 不好意思 让你们担心了 所以啊 你为什么要收购 黄浩然的股份啊 我收购黄浩然的股份 只是想帮助心仪 对 而且 我不希望我爸爸 辛辛苦苦打造的事业 握到外人手里 只是没想到 会引来这么多的 事事非非 那你有没有跟心仪解释啊 她为什么要把你 赶出家呢 心仪只是为了锻炼我 而且 一个女孩子 本来就应该独立啊 离家就是独立自主 那宇航员 岂不是地球上 最独立自主的人 你这么做只会让别人误会 你跟胡家抢横胜 反对派会伺机而动 等着钻控子 哥 对于八卦流言 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喜好 去选择相信 我们有办法去改变别人的想法 时间会证明一切 对 到时候 姚先生你就知道 你刚刚说的话是多么的谬论 这么快就从姚君墨 退化到姚先生了 看来刚才我的话惹你生气了 我向你道歉 我没有别的意思 没关系 我不介意 还有 你输了 我 我输了 如果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记得跟我说 谢谢你的好意 我 威灵 你现在住在哪儿啊 你放心 我自己都已经安排好了 今天晚上跟我出席一个派对吧 那个派对上有好多帅哥 还有异国的小鲜肉 我给你补补课 我看我 还是算了吧 爱情这门功课 我是注定要补课的 好了 我要去上班了 要不然经理又该骂我了 维林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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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明知道维林最在乎的就是新衣 你干吗讲那些话让他心里难过 我是关心他 不小心说错过了 关心 我发现自从维林回国之后 你就一直表现得很关心 老实交代 你是不是别有用心啊 老实交代 确实别有用心 你真喜欢维林 很感兴趣 所以你要替哥哥多多帮忙 我才不要 你有那么多女性好朋友 不要抢我的维林 是不是七雄妹 嗯 看在七雄妹的份试啊 如果你是认真的 我倒可以考虑考虑 开工了 好 认真 你上次安排给我那个计划书 我已经全部都起草完了 你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呢 不不不 董事长好 胡总你交给我的事情 我现在就去办 有什么事让你这么有效率啊 有事啊 坐 这件事情 你做得很好 你用心了 那些真正的事 这些事情 哥哥 确实有想过 不过我认为 现在不是开除 林维林的好时候 毕竟我们恒胜 高调地迎回创始人之女 时间还短短不到一个月 如果我们现在 无缘无故地 就开除她的话 恐怕外界会有很多质疑 更何况 人在眼下 更好掌握 不是吗 说得很有道理啊 但是我还是很担心 因为最近 她跟姚氏的兄妹俩走得很近 而姚逸琛又是 恒胜的第二大股东 我担心 她还有别的阴谋 所以 我决定 要重返恒胜上班 回恒胜上班 对啊 死 seventy 林维林 收购黄昊然股份的消息 捣乱 这些湿亭路亚 坚果补水的礼盒套装啊 是我们公司这个季度的福利 你们认真地清点一下 下班之前啊 必须发放到各个部门 如果发不完的话 你们就别回去了 省得让人家部门的人 说咱们后勤部不干正经事 整天就研究收购人家的股份 这些礼盒啊 可都是点过树的 你们甭想着 偷偷摸摸地忘回答 发福利没咱们就算了 还整天逼咱们干活 这明明就是刁难人嘛 没关系 我留下来就可以了 你们有事可以先走 这根本不是 按不按时下班的事 他这明明就是在针对你嘛 反正这些工作总要有人来做 我慢慢做肯定能做完的 卫玲 我们怎么可能丢下你呢 三个人再把手 很快就可以发完的 就是 卫玲 你不能总是被人欺负呀 我知道了 谢谢你们 跟我们还客气什么呀 来 姚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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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客气了 借我名字就可以了 姚总 那多不好意思啊 真是自信又自恋啊 招摇得跟个花孔雀似的 跟我们家男神李牧尘比起来 真是差远了 形容的还真是挺贴切的 您怎么今天有时间当后卿布里面 好 我来找个洪人 真帅啊 宝月啊 好 卫玲 我来找个洪人 所以我必须要 坚守在恒盛 没有任何 能够在我狐心眼皮底下倒乱 好 好 王树尾 到办公室来一下 我打算把林维林 提升为总裁第二助理 你去办理一下 总裁第二助理 你的意思是说 就让他坐在那里办公啊 我说胡总 我劝你还是不要跟董事长应问应 如果你是恒盛的皇帝 那董事长就是恒盛的太后 我觉得你还是不要 激动董事长的好 如果不把林维玲生成第二助理 那躲产的传闻 恐怕让他吃不消 所有人会趁这个机会踩上一脚 你要知道 这个世界上 唯一能让林维玲受苦的人 只有我 好 那我这就去办 对了 要记住 如果外界有任何的质疑 不要回 放心吧 我是不会把某人嘴硬心软的事情 说出去的 好 日本人 你们 忘记了 哪儿 好 我 你 你 我 我 天天 姚总 为什么来后勤部啊 没有别的意思呀 保护你而已 没有像我这样的男人替你撑腰 流言蜚语就可以扒你一层皮 你看这些 杂活 怎么也够你忙一个礼拜的 那我还真是要谢谢你了 不过你为什么要为我做这些 虽然我们小的时候是有一些交情 但是也不至于让你寄到现在 姚君墨 你到底在想什么 你还真是直接呀 不躲避 怎么 他们为什么会在一起啊 你看 你不能这么问一个男人 因为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当男人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是一段感情的开始 我来 王特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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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您来了 王特助 王特助 怎么来后勤部啊 王特助 我是来替胡总送人事调任通知单的 你为什么又在这儿啊 姚总 有事快说吧 这是胡总签署的人事部盖章的调任单 从今天起 后勤部的林维玲 被调到总裁办公室 职位是总裁第二助理 总裁第二助理 王述伟 你确定你没有找错人吗 你还是赶快去生务室吧 我们还要赶着去总裁助理室报到呢 就就就 快来 你 维玲 你被调到总裁室了 我们都舍不得你 维玲 调到总裁室好好做啊 我也舍不得你们 好好好 都散了吧 快点 都赶活去啊 走吧 快走 快走 我赶活去 快走 喂 胡千宇这么做 是因为厌恶临维玲吗 还是要保护临维玲 皇上的想法 我们怎么能猜透啊 现在就连太后 都准备再领朝政 重政朝纲啊 胡阿姨要去厚盛 是因为林伟玲吗 风雨欲来啊 我如何 不ków雨欲来啊 你们两个怎么在这儿啊 不应该在楼上吃吗 和朋友吃饭才有意思啊 确实呢 对了 听说你要升职了 真是恭喜你了 以后工作上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尽管来找我 谢谢你 李总 不客气 莫柴 你怎么知道一定是好事 虽然升职流言不攻自破 但是 从现在开始 你要跟胡千尹在一起工作 所以是好是坏 还说不定 不过 胡千尹也不像他们说的那么老酷 没人信 他对你还是处处留心的 哈喽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啊 在我们不再拖劲之前 胡千尹终于同意 带大家去海边玩了 他不像是会跟我们一起玩的人啊 这只能说我们总裁 终于做了一件他年龄该做的事情 所以说呢 为了报答我的苦思 你这次必须陪我去老人中心啊 姚小姐 您看一下 您看我们公司现在资金比较紧张 然后您和盛公司能够资助一下 因为董公司一直在做慈善嘛 好 我看一下 谢谢啊 维琳 你到外面 去帮我拍拍老人的收货照吧 嗯 好 你可以不相信我乔丽说过的话 但是你无法否认 各家媒体报道的 有关夺产杀人的这些事 是胡锡害死了你的父亲林胜蓬 霸占了恒胜集团 好 再见啊 再见 再见啊 再见啊 再见 林小姐啊 没过一别 好久不见了 我听说你刚入职恒胜的时候 遇到不少麻烦 那对我当年说的那番话 是不是多了一点体亏啊 好 我不知道您现在说这些话 到底什么意思 但现在心意已经让我回家了 我以前不相信您的话 现在也不会相信 以后更不会相信 您也不用再对我 白费口舍了 如果你的胡锡阿姨 那么爱你的话 她为什么要拿走 本属于你的骨跳呢 对吧 对吧 心意没有夺走我的股份 一桌里就是那样写的 这是我爸的意思 你不觉得这里面有问题吗 你想想 你是林董事长的遗孤 恒胜 又是林董事长的心血 她为什么要把那么大一份财产 都留给了胡锡 而对于你这个独生女儿 却不留一分钱 你不觉得这里面有问题吗 我不在乎恒胜的股份 我只希望一家人团聚而已 你不在乎 并不代表别人不在乎 你不在乎 并不代表别人不在乎 你对你胡锡阿姨的爱 我很感动 但是如果你拿这个理由 来掩饰现实的话 那可就是晦记记忆 掩耳盗铃啊 这是我们的家务事 心仪就像我妈妈一样 所以我不会相信您说的话 也不想再提这件事情 林小姐 我说的话句句属实 现在恒胜的档案室里 应该还留有 当年事发现场的 影像资料辈分 如果你这么自信的话 你应该不会害怕 去找这些资料 要是验证一下 姚董身材真好 那边 拜拜 等会儿拍 拜拜 我这个也很好啊 不要 这个也很好 转固背心运动装 你也太健康了吧 我一直都很健康啊 而且男的出来玩 当然要穿得舒服 自己开心就好 你开心 男生很难过吧 不会啊 不会啊 我觉得他运动装很休闲 很不错啊 你看 并不是所有男生 都跟你一样肤浅 沃晨 你有难题啊 可以跟兄弟说 喂 消毒 走 我们去玩山洞海球 怎么了 没有很开心 所有人都在一起 很热闹 这雨呢 来 沐晨追我呀 真棒棒棒 好 你要想抛弃你的工作 抛弃你老板的话 去海边玩 我没什么意见 胡总的工作指示 才是我王淑伟最高纲领 什么阳光沙滩啦 冲浪美色 通通都是过眼云烟 不过淑伟啊 我说真的 难得来海边玩 出去放松一下 哎呀 反而是你应该多休息 劳逸结合 为什么不到海滩去 挥洒挥洒汗水 享受享受青春呢 还有工作需要完成 那就是太可惜了 那就是太可惜了 可惜 可惜 来 走 来 来 走 来 来 走 来 哎呀 我得出风头这件事情 不敢心事 只让菊墨去做个男人 真的 什么都留给他吗 哇 菊墨爆起为零啊 哎哎哎哎 哎哎哎 两个人贴得好无尽啊 哇 我觉得菊墨这次说不定要 劫足先登喽 把你脏手拿开 一拳一拳 来一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吴总驾到 居墨 你下场吗 我下场 为什么我下场 你没有看到比赛吗 四比一 你们被打得很惨 对面的是我妹妹 另外是我好兄弟 我不忍心下场 所以你意思是说 如果不是你的妹妹 还有你的好兄弟 你才会点真的 吴谦宇 如果对手是你的话 我绝对不会输 要不要离别了 好啊 没问题 李文林 你先下场 你先下场 你想不到我提起你 都是美好 有个愿望 我在的地方 都会有你 你知道吗 我只记得那句 不要担心 还有我 所以愿意 不去寻觅 另一个代替 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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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谅你的不解 原谅想从前 未改变 是我 到临终 我只好 临终坚决 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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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协 原谅 是为 纪念 我们 拥有 彼此的 世界 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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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豪 也许我只想 原谅 原谅所有误解 沉默 也不是陌生 我只想原谅 原谅你的误解 多想象从前 未改变 是我要的情节 原谅 原谅不是错线 爱的一种成仙 是沾沫会划过的昨天 原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